一国迷案法医探秘者 因子 1918年张明远赴英国留学原本专修造船工程 然而命运的转折让他遇见了现代法医学的电机人伯纳德斯宾塞 这一偶然的相遇改变了张明的命运轨迹将他推向了探秘和解谜的惊险之旅 第一章命运的转折 张明出到英国一心向学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了一场伯纳德的讲座 伯纳德对法医学的深刻见解和热情深深吸引了张明 随后张明决定放弃造船专业转而投身法医学 他成为了伯纳德的助手 开始学习解剖学并理学以及犯罪现场的调查技术 在同学眼中张明变得不再专注于工程学 他的选择也遭到了不少人的误解和嘲笑 然而张明坚信自己的选择 他的目光始终专注在探索和解决谜团上 第二章祝英公使的仆人之死 1919年欧洲局势动荡不安 某日祝英中国公使的仆人被发现惨死在公使馆内 尸体上布满了恐怖的牙印 这起诡异的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公使馆迅速请求伯纳德协助调查 伯纳德带着张明前往公使馆现场 经过细致的检查 伯纳德和张明发现 这些牙印并非普通的动物所谓 而是某种不明生物留下的 案件变得越发复杂和神秘 第三章 调查中的危机 在调查过程中 伯纳德和张明不断挖掘出更多的线索 然而 案件背后似乎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势力 在一次夜间调查中 伯纳德遭到神秘人的袭击 身受重伤 张明幸运逃脱 决心继续查明真相 张明接过伯纳德的工作 利用自己学到的法医学知识 深入调查这起案件 他发现 仆人的死亡与一个神秘的黑社会组织有关 这个组织在背后操纵着一切 第四章 解开真相 经过不懈的努力 张明终于揭开了案件的真相 原来 这个黑社会组织利用一种特殊的生物来进行暗杀 仆人正是这种生物的受害者 张明成功地将这些证据呈现给公使 揭露了组织的阴谋 驻英中国大使对张明的能力和勇气大位赞赏 决定将他推荐回国 担任警探 协助中国政府打击犯罪 第五章 回国后的奇案 回到中国后 张明受命处理一系列离奇案件 他凭借在英国学到的法医学知识和经验 成功破解了多起难解的奇案 在一次次的调查中 张明发现 这些案件背后 竟然都有同一个黑社会组织的影子 这个组织在中国兴风作浪 试图掌控各种非法活动 张明决心彻底摧毁这个组织 还中国一片清明 第六章 最终对决 张明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法医学知识 逐步瓦解了这个黑社会组织的势力 最终 他亲自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行动 将这个组织彻底摧毁 在这场最终对决中 张明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毅力 他的名字成为了警戒的传奇 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和敬佩 结语 《一国迷案》 法医探秘者 是一个充满悬疑和冒险的故事 讲述了张明从一名普通留学生 成长为一名伟大的法医和警探的历程 他的故事 不仅仅是一段个人的成长历程 更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展现了智慧与勇气的力量 在他的带领下 中国的警探队伍越发强大 成功破解了无数奇案 守护了社会的安宁